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狙击阿兹莫丹哦 莫丹哥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了 稍等 还有很多的小龙龙啊 先杀一杀 OK 定住 上次是击败了他的爱妾 是吧 稍等 稍等 这就感觉不好打啊 定身 发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啊 暴击过去 绕开他 定身 准备暴击 暴击过去 再暴击 不管用啊 然后彻一步 呼叫地上的死灵 暴击 OK 我看我获得什么宝贝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被锁住了 我还不能使用他 需要六十几 原来如此 这是个不错的东西 稀有双手斧 需要六十几 我现在是五十八是吧 五十九 还差一级啊 够 定身 法师 五个法师 足够啊 漂亮 摸档哥 不在这儿 效法师 我的血 OK 生死循环 无人可逃 老这么爽 摸档哥 喝口水 打肚子 OK 定不住 天哪 还得叫法师啊 OK 有法师能帮我攻击 感觉我的这个压力轻松很多 再积累魂能 OK 没说的 多亏有法师 吃了一个害股之盾 看看啊 这盾看起来像个大蟑螂 但是我还就没法往上加 我这是双手的吗 对吧 喝个拳 稍等 叫法师 继续叫法师 OK 法师帮我攻击 我是真的很放心 现在啊 一个定身把它定住 继续叫法师 收集魂能 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暴击 叫法师 OK 击败 获得什么这是 又是一个我不能用的 60级才能用 OK OK 我的目的达到了 诶 我是不是到60级再去打木档哥啊 我天哪 敌人发射的是什么 魔法 把他们定住 上法师 且战且退 不要应战 继续叫法师 继续呼叫法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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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一直盯着我的血啊 不能说我的血太over了 我天哪 都是60级的装备 够 直击摩档哥 到了 罪恶之河 试试啊 估计打完他 我就会能升到60级啊 试试啊 上 兄弟们 嗯 不是这儿 哦 语传的聂法雷母 等灵魂时迁进我的身体 七大魔王将合而为一 我会成为地狱的终极合体 万恶之鱼 诶 诶 我现在就可以打了吗 到早 把它定住先 呼叫我的法师 哇 阿兹朴丹的这个 篮球是吧 跟那蜂王英雄里面一样啊 暴击他 你这个 你这个 自以为是的念 他的话可够密的啊 说半天他才自以为是呢 一直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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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会打蛋你的奥马 鱼血 莫丹哥在哪 回到地上的死灵 给我攻击 够了 我要用灭 你这个 自以为是的念 我还自以为是 这么半天 你都不能换个词 莫丹哥 我的傲慢 上 OK 莫丹哥在嘚嘚嘚嘚嘚嘚嘚 一直说我的傲慢 结果呢 黑灵魂石 哦 哦 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把他消灭掉了 接下来咱们要干什么 返回要塞 怎么返回 我直接用替剑就能返回吧 稍等 看看还有没有 没有打扫完的干净的东西 这块 肯定是没有 OK 回要塞 go 然后找中卫说话 真是一场漂亮的胜利 我就知道阿兹莫丹 是不可能打赢你的 丽雅 泰瑞尔 还有爱德丽雅 在哪里 他们都在军械库里 一定是在庆祝呢 你应该加入他们 军械库在哪 地下城 稍等 修一下我的东西 然后 稍等 我获得一件传奇的宝物 咱们试一试啊 我得去其他地方试试 好的 好 试一下 恢复价多 但伤害减的也多 卖多少钱 3900 装备上 这个好啊 传奇的 这是什么 哦 刺 啊 加坚韧 它回复减的多 也不错 放到我的大仓库里吧 稍等啊 一会咱们再去找丽雅 先去下我的大仓库 650 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 不要 916 过去 60集成都过去啊 肯定有用 863的过去 哇哦 非常的不错 4000多肯定过去 688的不要 这个盾 展示留着 给其他人用 没用 稀有腰带 展示过去吧 咱真正分解的 就这两个 ok 分解掉他们 制作 分解 ok 然后咱们去往军械库啊 go 还在底层 爱德利亚 你是什么时候 决定要背叛我们的 诶 利亚他妈要背叛 二十年前 一股强大而恐怖的力量 把我引到崔斯特 莫 利亚他妈背叛了 击败了那股力量 并且试图以自己的肉身 将其禁锢起来 他成了黑暗流浪者 我看到了他体内的迪亚布罗 于是我发誓 效忠于他 现在 他伟大的理想 终于要实现了 迪亚布罗 泰瑞尔 亲爱的利亚 其实凯恩早就怀疑 你的亲生父亲 就是迪亚布罗 我天哪 现在 亲爱的女儿 你将成为她的肉身 套成了迪亚布罗吗 这应该是利亚才是 拉斯Boss 而且 我比以前更强大了 七大魔王在我体内 合为一体 我就是 妖魔王 做得很好 忠心的爱德利亚 退下吧 我会再召唤你的 写后 终于可以进行我渴求许久的真正目标 彻底毁灭至高天 利亚是迪亚布罗 天哪 哇 进入天堂传送门 我天我来晚了还 啊 进吗 进 应该是进入下一关了 即使在至高的天堂 天使 仍会感到恐惧 哎 不是泰瑞尔吗 无论你化作何种形态 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献出你的真身吧 我们的勇士之战到此为止 英普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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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地亚布罗打不过他 啊 再看最后一眼这灰龙的天堂 英普瑞斯 我将 他将在我的消失中 眼睛 无存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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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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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瑞尔呢 第四章 咱们刚打完三招 丽雅死了 丽雅死了 沉睡在她体内的力量 竟然是迪雅部罗 万恶之源就此重生 而且力量比以往更加强大 至高天一直都是她的终极目标 现在 天使面临着覆灭的危机 看来咱们要消灭迪雅部罗 大波罗吗 钻石之门 我要干什么 跟钻石之门的泰瑞尔交谈 泰瑞尔还活着 漂亮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不就是 这个地方不就是 风暴英雄里面的天空殿吗 原来如此 咱们又重回天空殿 在这个游戏中回到天空殿 OKOK 这件事咱们第四章 找泰瑞尔交谈 你不能再跟迪雅部罗交手 你的伤势还没好 天堂陷入火海 这都是你的错 泰瑞尔 打起来了 还有你 聂法雷姆 低头看看 你们干了什么好事 有些人把过错坏到我们身上 这下可糟了 自从光明降临至高天开始 钻石之门就一直助力在此 然而 现在它化为了灰烬 因普瑞斯说得对 这都是我害的 你也无法预料 事情会变成这样 很久以前 我和我的兄弟 曾投票表决人类的命运 我投下的最后一票 拯救了你们人类 免于灭绝 凭什么偷我们的命运的票 现在人类的存在 反而导致了万恶之源的诞生 恶魔部只会操弄人心 对天使也不例外 你不了解 已经听不见希望的声音了 现在的情况 确实不妨 巫女一直在啊 然后干嘛 进入圣光前厅 OK 自信强强 我代曼的毁灭 这将是你临终前 最后见到的景象 一上来咱们就先打一战啊 诶 要打仗吗 他在哪里 咱们去打谁现在是 我杀死他的爪牙 我知道了 乖 哎呀 话真多 我的法师上 都给我通通的上 他去哪了 他出来了 上 呼叫法师 法师很强 需要魂能 给他加点魂能 你难道比阿兹莫丹还厉害吗 撤一步 呼叫法师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稍等 炮击他 呼叫地上的死灵 呼叫法师 暴击 再暴击 需要魂能 呼叫我的法师 怎么不怕死亡 上 存能不足 暴击 法师给我顶住 OK 全是我的法师 还查一下 说的好 继续上法师 继续上法师 最后一击 OK 找出伊瑞尔 找出伊瑟瑞尔 OK 刚才的妖怪 难道不是伊瑟瑞尔吗 OK 这个装备我都打不开 知道了 走 找到伊瑟瑞尔 存储点 天空殿 我太知道了 风宝雍雄不就是这吗 好 对话 我是命天使 伊瑟瑞尔 我负责将现在 与未来的事 记录在命运卷轴里 但是你 涅法雷姆 你不在卷轴上 你的命运 还是会知数 为什么 我会拯救天使 让至高天恢复原貌 至高天 也许命运可以改变 既然这样 赶快 望天使奥利尔 被绝望之王 拉卡诺斯捉住了 我会救出他的 OK 咱们是进入到 希望原谱第一层 咱的基地是哪啊 咱的基地应该是 这个要塞是吧 圣光前厅 这不还是 上一局的要塞吗 原来如此 好吧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天咱们来到了 第四章啊 估计今后咱们要 打迪亚布罗 这是 应该是拉斯伯斯 估计又是血战啊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